美国小姐主办机构多风侮辱和贬低前冠军的内部电邮上周曝光后,机构高层出现大地震丑闻中主要人物,机构行政总裁哈斯克尔上周六23日宣布辞职,另外两名机构高层,包括主席兰德尔汉会长维德纳也于上周六承辞,哈斯克尔上周五22日已被主办机构停职, 他的辞职也及时生效,兰德尔汉维德纳则会逗留多数州代汉接任人选顺利交接后才离任。 赫芬顿邮报上周声称透过两个来源,取得机构历史近三年的内部电邮,显示哈斯克尔定期写和回复一些不专业和贬低女性的电邮,目标是多名前任美国小姐冠军,嘲笑她们的外形,知识水平和性生活, 包括使用低俗粗笔字眼称呼目标女子,猜测某一名前冠军有多少明信伴侣,以及诅咒某一名前冠军死亡。 其中受害者包括2013年冠军黑跟多风电邮都是围绕她的体重增加以及她的性生活。 电邮中涉及的寄件人和收件人包括哈斯克尔和当时尚未加入美国小姐主办机构的兰德尔,至于维德纳作为董事局成员之一,被指纵容哈斯克尔在内部电邮中大放确词。 事件曝光后,49名前美国小姐冠军周六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小姐主办方澄清和要求高层辞职,机构董事局随即将哈斯克尔停职。